好的电影改变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 我是K猫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 一个50岁书迷的爱情故事 何时是读书天 这部电影是来自K星球APP的K星人 明智小五郎 大力爱萤火虫 W和十本我推荐的 么么哒 50岁的梅奈子 过着一种简薄充实的生活 每天晨曦微露 他就起床了 骑着陪伴他几十年的自行车 去送牛奶 送完牛奶正好去超市打工 不管做什么 他几乎不出什么差错 也不乱说同事的闲话 看似乏味的生活 他却过得津津有味 谁也不知道 这般枯燥的生活 竟是他从小就有的梦想 一生この街で生きていく みんなともっと知り合えるし もっと仲良くなれるでしょ それは素敵なことじゃない 下班后 梅奈子要么回家读书 要么去唯一相熟的作家阿姨 明子家里吃饭 明子的丈夫患了痴呆症 虽然脾气古怪 两人却相处融洽 梅奈子很小就失去了父母 明子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 有时也会关心她的情感状况 当明子问她记不记默时 她却回答一点都不 她在很小的时候 就找到了用书籍 以与人生孤寂的方法 人生虽漫长苦涩 却总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不过 即便是如此充实的梅奈子 其实也有着些微烦恼 爱情的鸟儿始终盘旋在她的心里 她却不敢让对方知道 她的单相似对象 便是她的牛奶客户之一 高黎怀多 怀多是她的高中同学 也是她17岁时的初恋对象 当然 现在早已成家了 为了给她送牛奶 她要爬过长长长长长的阶梯 才能到达 当她踏过那些阶梯 就像是奔跑在那些 从未逝去过的青春岁月里一样 爱情有的时候 就是牛奶瓶碰击箱子的声音 在日复一日的机械重复之中 心动逐渐演化成为了一种习惯 美奈子没有想到的是 这段隐秘的爱恋 会被另一个女人察觉到 荣子是怀多的妻子 她阴病卧床 怀多每天都照料着她 这么多年来 怀多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模范丈夫 他们的生活幸福美满 但却不于平静了 荣子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人 直到有一天 她无意间从护工那里得知 送牛奶的人叫大厂 是怀多的高中同学 大厂 哪个大厂 难道是怀多的初恋 大厂美奈子 当她问怀多的时候 怀多罕见地回避了问题 这让她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推断 荣子第一次了解了整别人的秘密 这让她感受到些许幸福 她的身体很难恢复 怀多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们能在一起 也许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美奈泽怀多总会经过同一条路 但他们总是很克制 连眼神都不曾交汇 石下小镇里流传着 关于咖喱小子的传说 据说只要谁家煮咖喱 咖喱小子就会拿着勺子出现 其实之所以有咖喱小子的传说 是因为一些父母生而不养 这也真是怀多一直以来忧心的问题 她是儿童救治机构的职员 关心儿童的生存状况是她的工作 她也讨厌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 比如她的父亲 这天 怀多在为妻子买咖喱之后 刚好撞见无人看管的小孩 说在超市门口 上前询问时 对方却迅速跑掉了 她只好打电话给机构 让他们跟踪这件事 就在这时 她和美奈子的眼睛撞在了一起 美奈子的眼里 似乎藏着未说出口的千言万语 但她最终还是转移了视线 她假装毫无波澜地继续工作着 收银机的滴滴声 盖住了她的心跳 却无法阻止她心里 再度泛起涟漪 下半以后 美奈子走到了 他们曾经约会过的书店 又想起了往事 年轻的时候 他们都很喜欢文学 常常在这儿优惠 然而在一次约会的时候 美奈子无意间看到自己的母亲 和怀多的父亲 一同骑着车 驶过街道 这本就可以称得上是 伤风败俗之事 发生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镇上 闲话就更多了 更别提 这两人双双出了车祸 去世了 停尸房里 怀多的母亲悲痛欲绝 拼了命地要将两人分开 美奈子从那里逃掉了 她和怀多的爱情 也就从此结束 从那以后 美奈子再也没打算 把信交给其他任何人 而怀多则决心 过一种平静的生活 甚至选择了一份 拯救因父母不负责任 而流落街头的 可怜孩子的工作 这天 那个男孩又出现在了超市里 在偷可乐饼的时候 被经理抓住了 店员们都觉得小孩太可怜 劝经理干脆原谅他好了 经理却时意要叫来警察 愁出之下 美奈子说出了怀多的名字 告诉经理他会处理这类事情 怀多替小男孩付了可乐饼的钱 带着他回家 临走的时候 两人点头道别 一切情愫 皆化于不言中 那晚 美奈子读着 卡拉马索夫兄弟入眠 当他读到里面的人物遭遇之时 不禁潸然泪下 但相似的苦楚 无法得偿所愿的爱情 营绕在美奈子的心间 他鼓起勇气 给他常听的小镇电台写信 本乡写 希望他能知道我的感情 犹豫再三 却还是换成了 我的感情 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第二天 美奈子久远地迟到了 荣子的身体 一天比一天差 尽管不舍 但该是放手的时候了 这天晚上 怀多依旧为他忙里忙外地收拾着 而他听着收音机 电台主持人正在朗读着 署名为M的信 听着电台里传来的 Rainy Days and Mondays 荣子下定了决心 趁丈夫睡着以后 他写下希望见面的字条 艰难地放入了牛奶瓶中 这一夜 荣子如释重负 睡得香甜 清晨 美奈子从牛奶缝里 拿到了纸条 他本想不理会 第二天 却又收到了一张 更加急迫的纸条 突如其来的纸条 扰乱了他的心神 又一次工作出所以后 梅奈子终于骑上了自行车 几乎是狂奔地 来到了怀多的家 病床上的荣子 以恳求的语气对他说 希望在自己死后 梅奈子能跟怀多在一起 多年的单相思 被喜欢之人的妻子 一眼看穿 梅奈子不知该做何反应 他的爱情 不愿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 他也不愿意去迫害别人的家庭 梅奈子逃掉了 正如他当年 从母亲的遗体面前逃开一样 在怀多的努力下 儿童机构 针对上次的男孩 展开了救助 他们进入男孩的家 大人们熟睡着 两个小孩像动物一样 被弃之一边 即便他们已经进入了房间 他们的母亲 这人就埋在被子里熟睡 看着这么冷漠的父母 怀多一下子无法控制情绪 将女人从床上扯起来质问 没想到男孩冲过来抱住了他的腿 阻止他伤害妈妈 回到车上的怀多 经不住嚎啕大哭了起来 一直难以面对往事的他 看到抱住他的小男孩 仿佛看到了自己 年少时 他当然也恨过父亲 但事情过去太久了 剩下的更多是想念 回到家 荣子告诉他 他见到了大肠美奈子 怀多表面没有什么反应 荣子却看得清晰 他知道 怀多是在压抑自己的情感 然而无碍的家庭 始终是压抑的 为爱追逐的勇气 有时候比责任更为重要 怀多没有回应妻子的请求 默默为他擦着身体 但在他的心里 似乎有什么也悄悄改变了 第二天坐公交的时候 怀多第一次朝窗外望去 这一次 他们的视线都没有逃避 他从公司请了假 决定陪着妻子度过最后的日子 他还把父亲的画卖掉了 他告诉买家 画的主人就是他的父亲 父亲终于不再是他难以启使的东西 对着满墙的书 梅奈子思考着荣子说的话 就在这时 他听到街道传来坐下阿姨的呼唤 看来是他的丈夫走丢了 梅奈子和阿姨一路找 终于在桥下找到了叔叔 阿姨说 怀多也在帮忙找叔叔 要告诉他一声 梅奈子抬头 望见桥对面 怀多的背影 梅奈子已经不记得 这是他第几次望着怀多的背影了 只是 他从没盼望过他回头 梅奈子呼唤着他的姓氏 他不回头 他鼓足勇气 呼唤了他一直想呼唤出来的名字 怀多心有缩感地转过身 他们好久没有这样 整切地凝视过对方了 望上一眼 居然可以消耗几十年的光阴 梅奈子帮忙送叔叔回来以后 又和阿姨聊起人生的打算 阿姨再次问他 会不会寂寞 梅奈子说 他在20岁的时候 就决定要一个人活下去 不过想起那个人的背影 梅奈子也会觉得 自己是不是个无趣的人呢 没过多久 荣子走了 他没有等到梅奈子的回答 举行丧礼时 国公交给了梅奈子一封信 那是荣子最后的嘱托 读着信 梅奈子辗转反侧 他决定为了自己 也为了荣子勇敢一次 顺着阶梯 他再次来到了怀多的家里 对于他的到来 怀多并不惊讶 他似乎正在等他来一样 他带着怀多 来到他们父母去世的地方 他们终于再次谈论起 那段难堪的往事 两人都为父母的行为感到内疚 那句压在心上 阻止他们去爱的对不起 终于被说出了口 他问怀多 为什么要冷落他 怀多却说 和父母的事情无关 只是因为有次上游泳课 他差点溺水 那个时候 梅奈子去笑了 那时 他以为会在梅奈子的嘲笑之中 死掉了 梅奈子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 这话听起来 太像一个把他推开的借口 天空雷鸣 正欲下雨 就算神明给了他 与心爱的人焦虑的机会 他们却还是没法好好沟通 梅奈子几乎要哭出来 他转身欲走的时候 怀多却一把抱住了他 他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情感了 那些情感 如雨来的雨 马上就要倾斜而下 无法忍耐 再也无法忍耐了 几十年的估计 会成了一夜的干柴烈火 外面雨声从容 屋内 爱情炙热 两人仍像少年少女一样青涩 手足无措地 勇吻对方 本该青春时代就做的事情迟到了几十年 梅奈子哭了起来 眼泪是幸福的 清晨时分 窗外的雨已停了 被雨洗过的一切都变成新的 梅奈子依旧像往日一样 送牛奶去了 怀多醒来 望着满墙的树惊讶 这么多年 他想他是多么孤单又快乐呀 送完牛奶以后 梅奈子听说 河边有人为了救小孩 溺水了 他想起昨天 怀多说的关于溺水的事情 心里的不安 越来越重 他狂奔到河边 挤过人群 看到的 却是他爱人的脸庞 原来神明 这么吝啬 既然他只许愿了 和爱人交谈一天 就真的只给他 一天时间 怀多是笑着死去的 他的笑容 让救援人员 感到不可思议 关于怀多的笑容的秘密 大概只有梅奈子知道吧 梅奈子漫长的恋爱 终于宣告结束了 这个50岁的春天 有很多事发生 但又好像 什么都没有发生 梅奈子依旧孤身一人 上班 下班 读书 从不厌倦 每一个清晨 他还是像从前一样 带着叮当作响的牛奶瓶 来到早已爬满植物的 怀多的家 为他的牛奶香 换上新鲜的牛奶 给阿姨送牛奶的时候 阿姨叫住了他 爬上高高的山 望着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小镇 在怀多人生的最后时刻 他的梦想 应该实现了吧 保护了小孩 和亲爱的人 共赴雨水之欢 所以 他笑着逝去了 50岁的梅奈子 决定带着怀多的梦 继续前进 爸爸妈妈 爱人朋友 都在制作小城里 以后 他还会和大家 成为更好的朋友 不是妈妈 看完解说 可以来开星球 测测你的电影人格 看看你是哪部电影的主角 和哪个主角 组组加CP 点击评论置顶链接 或扫描图上二维码 即可参与